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际 美国总统拜登 Joe Biden政府一名高官表示 拜登今天将派一支由前国防及安全事务高官组成的代表团 访问台湾 传达挺台讯息 同时 台湾已提高警戒层级 警防中国趁西方分心之际 做出不利台湾的举动 这支代表团由美国前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 穆伦麦克马林率领 穆伦麦克兰 穆伦麦克兰是一个美国政策里面 抗中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 以为他对中国主张采取强一个态度 所以说为什么他在卸任之后 对中国列入了黑名单 那如果对于教授的事实上 他对中国了解非常深 那我相信他在台湾之后 能够分享着他对中国的一些态度 美国前国务卿访台 尤其唐美佣任内就是女台大将 在中国文国武货力道加重之际 被视为美方实质声援 参选有什么好写照 刚才呢放了一点录像 这个就是蓬佩奥即将绑台 这个事件给我们一个提醒 就是共和党当中 这个蓬佩奥想拉大旗做虎皮 独树一支进行2024年的总统 同时呢他这个走狗啊 他利用了这个中国这个余茂春 作为他的一个军师 所以是孟师来策创这个策创了这个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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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 А 这次那个访问 一个是给台独打气,一个是给蔡英文打气,另外呢,这个事情趁着这个俄乌危机处理,那么做出这么一个策略的选择,我看一下啊,这个选择对我们来讲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很重要的一个提醒,那么这个现在这个国际形势呢,就发生了初中复杂的变化,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际,美国总统拜登,一名高官表示,将在今天派一个国防及安全事务高官组成的访问团团的台湾, 传达品牌的信息,同时台湾以提高警戒层级,警防中国趁西方飞行之际做出不利台湾的举动,这支代表团由前参谋总长联系会主席, 这个呢,就表明了,在这个,在这个处理这个,俄乌这个事件当中啊, 这个危机当中,美国是两种标准,一种标准呢,是让俄罗斯遵守联合国宪章,这个这个,这个,不能侵犯组成国家,另一方面呢,防止中国呢,按照联合国宪章,来解决台湾问题,这个就叫来一个自相矛盾了, 又卖锅又卖锅又卖盾,美国采取的这么一个两种手段,我都劝,觉得这个叫做班级石的砸自己的脚,反而是弄巧成拙了,拜登呢,作为一个民主党这个,这个主席,我就想到,啊, 啊,咱们,伟大的,这个,那个,那个,弗兰克林,啊,俄乌总统,啊,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期间,啊,也就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期间,制定的和那个,和那个,和那个,和英国那个丘吉尔总统,啊,还有中国的蒋介石,那个,蒋中正的一个,啊,总统,啊,签订这个,啊, 啊,博士坦协议,还有那个,那个,那个,巴黎,巴黎,巴黎协议,这个,这个,这些等等,后来组建了联合国,这么一个形式,后来这个,这个联合国宪章的一个签字国,包括了中国,啊,包括了中国的那个,呃,全天大使,中共的全天大使,董必武,一起参加的,这个联合国的宪章的签字,祈祷一次, 建立了这么一个,联合战后的,和平发展的一个,联合国秩序,这个宪章,宪章,这个,维护这个宪章,啊,来说,应该是说,应该是美国共和党,和两党的一致的意见, 但是现在,我们在看,现在,阿拉斯加这个,这个,这个,中美会谈,这个高峰期间,国务卿,布林肯,要求,中国,按照联合国的宪章,遵守联合国宪章, 那样的规则,既然你老大,啊,美国,有资格这么样, 指高欺让,要求中国按照联合国宪章办事,那么,就应该按照联合国宪章,呃,一个中国的原则,处理台湾问题, 你拿出行动来,啊,这个,这个,这个,才能够说服人,以理服人,你这个,做一个大国,做一个民主党,做一个联合国的,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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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字国,七少国的,罗斯福的这个政党,啊,一定要,以身作则,啊,遵守联合国宪章的规则,啊,你这样的,才会有,啊,啊,啊, 在处理联合国,乌克兰和俄罗斯的争端当中,你才能让中国保持,按照,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则来办事这个,这个,这个精神,那,反过来,你到台湾去煽风点火,台湾,你,台湾这个,台湾为什么呢,台湾就是因为你这个错误的理解联合国宪章,和这个2758号决议,错误的理解和制定这个,这个,台湾关系法,才走到了今天这个,啊,啊,啊, 以毒谋,以毒,以毒,以武谋毒,以毒抗虫,这么一个地步,这不是引火烧身吗,这叫做解铃还需细铃人,啊,谁给台湾这个老虎的脖子上的,系上了铃铛,谁给自己,这个台海这个地方,系上了铃铛,这个老虎,啊,这个战争的老虎机器,系上铃铛, 那肯定这是有一个人,啊,一个是,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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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叫做李登辉这个分裂分子,然后,陈水扁这个麻本制造者,啊,这,再一个就是蔡英文这样子,打着中华民国台湾,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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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成独立的国家的旗号,来, 来,谋独,啊,以武抗都,拉,拉,拉大旗做虎皮,拉哪个大旗呢,拉了日本和美国这个大旗,其实现在两,两个问题,一个是中日战争的延续,一个是,啊,中美,这个,那个,冷战这个,这个,关系的延续,啊,所以呢,这个问题来讲呢,要想解铃还想起,还需细铃人,这个细铃人呢,最好的,一个是, 系列的是美国民主党,对吧,最好的解,解开这个,冷战的实际是,杜鲁,就是,嗯,杜鲁门嘛,是杜鲁门那个制造,这个,从,韩战开始嘛,就是,因为解放台,中国,那个,那个,毛泽东的时候,要准备渡海战役的时候,啊,那个,爆发了,那个,朝鲜战争,朝鲜战争以后,就,结束以后,冷战就形成了,这个冷战,这个格局, 一直到现在,从这个,历代的美国政府来讲,只是,1971年,为了联中抗俄,啊,在这个,这个,这个旗子当中,打造一个,原来这个,美苏争霸这个,一个格局,所以,尼克松呢,反华呢,举行了这个,这个,进行了签诏,我看到,现在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最好办法,就是, 就是联合,联中抗俄,对吧,还是,像尼克松一样的,第二次握手,啊,把中国,啊,按照,中国和美国,都按照联合国,这个,宪章办事,解决,和平解决好台湾问题,台,台湾中华民国的问题,中华民国台湾省的问题,台湾问题,就是中华民国台湾省的问题,这个问题,按照联合国宪章,很好解决,用文字,用法, 法律,用联合国规则的原则,就把它解开了,这叫解零还去西零呢,谁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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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铃铛记到台湾人的脖子上呢,一个是李登辉,一个是陈水扁,一个是陈英文,啊,当然,马英九呢,这里说,当中呢,我觉得是莫名其妙吧,反正,马英九认为是一中个表, 但是这个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2758设计,不是一中个表,一个中国,不是中国,那个中华民国,表示一个中国,中华民国,表示一个中国, 这是,X状,作为一个在马里兰大学,那个博士毕业的,那个,那个,那个马英九前总统,这样的理解联合国宪章,就失去了对联合国宪章呢,全面的,减确的,只有一个中国的,同一性,和对立统一性, 我希望美国的学者 美国的智库都来研究一下 还有包括台湾的政治大学 出来那么多的法律学的公问 就应该正确地理解 联合国宪章和2758决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的同一性 这个问题是个很严肃的 很认真的 很复杂的 很准确的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现在的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台湾 就是中华民国台湾省 1945年10月25日 台湾光复以后 中华民国蒋诺派中国政府 收复了台湾省 那么这个二二八事件 就是中日战争的延续 这当中包括了一个 经济的震荡 因为日本在最后在815投降以后 印制了大量的钞票 新台并 而这个新台并就把美国的 把台湾那个 把台湾这个护物司抢高一空 同时这个时候呢 国民政府也印了大量的钞票 这个使得这个两个钞票一起挤兑 台湾的物司紧张 那短缺就出现了民不聊生 民生的一个经济崩溃 经济崩溃之后呢 就造成了民生凋零 水深火热 就爆发了 我母亲呢 在那个烟草专卖局做广告文员 那个时候就在因为这个 广告这个机司警察呀 就为了小贩这个卖 卖东西 而爆发了这个冲突 暴力这个执法的冲突 这个冲突之后呢 就引发了后来就 族群斗争 引发了这个叫做 谢雪红呢 就就这个阻当那个 这个这个台湾暴动起义 这个体验呢 当时作为那个 这个作为大陆的 这个人民解放军啊 还有共产党啊 也对这种反抗 这个国民政府的行动呢 予以支持 和那个什么 所以就爆发了这场 一个战争 一个是国内 这个国共战争的延续 一个是 一个是 中日战争的延续 所以二二八的本质 就昨天是二二八嘛 我们就把二二八本质 就揭露出来 就本质 其他的县 是哪里死人呢 怎么死的 怎么打的呢 高雄 高雄 台中 台南 爆发了哪些战斗 这个都属于 属于之后的 这个是边际效应了 这个是表面现象 本质 就是一个国民战争 一个国内战争 这个我们呢 我们家呢 那时候我是 六月二十八日生的 生在台北的一个 东门京的一个日本诊所 这个时候呢 后来就是战争起乎 我们作为一个外省人呢 也是提心叫胆的 整天提心叫胆 这个时候被抓的人呢 被抓的外省人呢 都要到集中起来唱日本国歌 这个唱日本国歌在台湾 那个时候 这个叫唱日本国歌 真是 真是觉得这个 这是什么人在制造这些毛的呢 那肯定是日本的皇民嘛 一老一少嘛 这是今天的台独 台独分子嘛 台独分子还有另外的 那么国民党为什么变成了独台分子 这是后面的话来讲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讲的这个演变过程当中呢 我们是目击者 我们当时还小 我父亲在台湾省物资局 做那个进出口那个客栅 这些人 后来呢 我们觉得在台湾这种局势下 太动荡了 就是提心叫 就像在乌克兰一样 对吧 乌克兰现在的局面 你说我们作为 当时作为一个外省人来讲 我们就是希望能够生存是第一位呢 所以就看到乌克兰现象 就想到了我的父母 逃离当时的台湾 这个水深火热的台湾 就像水深火热的乌克兰一样 所以呢 我们今天铁林海区吸引人呢 就是说我们要在这里的 透过现象看本质 我今天呢 今天我听到这个张亚中在讲这个台湾28事件的来龙去脉的时候 我就听到这个基隆港的成千上万的人呢 在那里排队 等着坐船 逃离台湾 或者反回福建 或者反回大陆 或者反回到哪个地方去 我们呢 就趁着这个船 反回了上海 那是上海还没有 胡松辉会战还没有打 就是上海战役还没有开打 我们到的是大概是1949年的年初 然后呢 1949年的4月份左右 爆发了上海战役 就是陈毅和唐恩博在那打 在这个之前呢 台湾在 在国民党政府又在上海呢 制造了一个起 进入货币战争 就大量的印钞票 所以呢 上海的物资就紧去 后来都是拿着麻袋去 拿着钱 装着麻袋去 去买这个东西 一袋里 这个我就不讲 这是后话 后来呢 那么今天呢 今天的乌克兰的现象呢 正是一种 这是一种 这就像 当时的乌克兰的内战 就等于现在 当时的国民党 和共产党的内战一样 现在也是在内战的边缘 就产生了一个国际化 国际化干预 俄罗斯的干预 和这个 如果要是说 如果呢 如果当时爆发 中国的中央民国内战中 美国出军 或者苏联出军 这就是这么一个干预 但是苏联和美国 苏联和美国 在中国的国内战中呢 没有出冰 而是爆发了 韩战 韩战就等于 今天的 今天的俄罗斯 出兵 出兵乌克兰 这个形势是大同小异 这个当然了 也不能 因为朝鲜还不一样 朝鲜是 朝鲜的政府呢 朝鲜金日成呢 就率领着 就像乌冬一样 率领着军队去攻打 去攻打这个南朝鲜 去攻打吉普 去攻打吉普 大家把这个形势 联想一下 基本上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时候 美国现在提出 按照联合国现场办事 而派出的联合国部队 朝鲜战场呢 派出是18国的联合国部队 打中国和朝鲜 还有俄罗斯的联军 这又形成了一个 冷战的 热战的一个时期 我们想想 战后的五十年 六月战后的七十多年 这个战场呢 大家呢 记忆游戏 然后打得一拳开 免得摆拳来 俄罗斯为什么 凭着就这么一己之力 就像朝鲜 朝鲜那么的 美国的一个力 就要打联合国 18国的联军 这个 这个当中来讲的 必然有着和纵连横的关系 必然有着力量的博弈 力量的重新组合 那么现在这样的打起来 就是一个成了世界大战的前沿 就成了一个 就成了一个危机的爆发点 如果解决和认识 这种 这个国际矛盾 和这个 这个世界这个 这个经济危机 政治危机 包括现在的危机呢 是由于 经济危机 政治危机 新冠疫情危机 而产生了这种 这种博弈 这种博弈 情况下 美国的影响力 在执行 这个联合国县当的执行力 我们说是在客观上来说 是在下落 衰落的 是在下滑的 是在 是在 自己制造了这么一个矛盾呢 又是 制造了一个北约 这个一个 这个中阔 然后就 俄罗斯又反抗 这种作用力 等于反作用力 最后矛盾的结果 现在反过来 打到了美国 美国的头上 美国你现在来采取 采取什么措施 我们想来 痛定失痛 拜登你作为 80岁的一个总统 你走向自己生命的顶峰 你是不是应 我有一个建议 就是按照联合国宪章的 规则和原则 和平的宗旨来办事 这样子既减少了 这个战争的危险性 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性 又减少了美国这种 这种打一 这个正反两个方面 你同时用联合国宪章来 来对付俄罗斯 又同时用对 又来扶持 扶持那个 裁判那个 反华 反共分裂势力 这个就是自相矛盾 就是你左手 用这个联合国宪章 来支持乌克兰 来反俄罗斯 你右手就拿出 反联合国宪章 反联合国2758 反中共来支持台独 所以这种情况下 你的左右手 大家都看清了你 如果在这一点来说 如果你还要这样坚持 一只手 一只手 点火 山峰点火 一只手在那里扼杀 一只手鼓吹联合国宪章 一只手在破坏联合国宪章 这个结果这个相对的相对这个一正一反的目标 把你自己的美国的形象 一个和平民主 一个法治这个形象 就损害了 我们说呢 为什么要重新改变美国的形象 我们身在美国当中 就看到了美国这种衰弱 脆弱 这种执行力 执政党 民主党和共和党 在执行联合国宪章当中 遵守联合国规矩当中 作为一个大国 你不能以身作则 以身司法 维护这个法治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你如果这样自己把自己的规矩破坏了 这下肯定会灾乱 这种大乱的结果呢 必然会重新建立 一个新的秩序 新的联合国秩序 新的一个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也许这种关系呢 就慢慢慢慢走向世界大城了 但是在这种之间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必然要付出一些 人类必须要付出一些代价 我们今天正在付出这种代价 在用 乌克兰的 人民的牺牲 用台湾 台独这个牺牲 来换取未来的 世界秩序 重新修正 美国原来制定的 罗斯福制定的联合国现场的人 和宗旨 所以这个规矩啊 你不去遵守它 天下作乱 你上面作乱了 上面作乱 官逼民反 民是不能不反的 你连你老大这个 老大这个 你美国那个老大 你在逼着那个乌克兰 那个这个中阔 北约中阔 乌克兰那个 那个将来部署这个 这个这个 你把火烧到了俄罗斯的家门口 你就像台海问题 把台湾问题 把分裂问题 烧到了中国 就是这个 这个叫中国 中国的大门口 你怎么 就像牙龙江 这个过去 你把这个战争那边 烧到牙龙江边了 肚子急了 这个也会咬人的 所以说这种情况 这个就叫 这个叫谁 谁不把这个灵 拴到了老虎的脖子上 这个战争 就是个老虎 谁把这个铃铛 算到战争了 谁才能解开这个铃铛 我们就用什么方法来讲 用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 2758决议来解开 这就是我们 这个决策之难 为什么这个 为什么这个失败呢 为什么这个 美国的政策 平民失败 就是因为这个政策的 自相矛盾性 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目标 建立目标就是为了维持联合国的宪章的秩序 为了这个世界和平 我们传接世界上爱好和平和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大多数 维护这个政策 美国能够充当这个老大 老大哥 这个超级大国 那美国就有自己的威信 你要按照呢 那么反过来我就讲 如果美国真的认清了这一点 那不妨 那不妨就是把这个改进一念之差 一念之差 你按照联合国宪章 就是阿拉斯加会呢 一念之差 你按照联合国宪章办事 按照联合国宪章 那个2758决议办事 规则办事 你按照中华人民共国 就是中华民国这个规则办事 你按照中华民国台湾 就是中华民国台湾省 就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 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绝不允许台湾独立 美台关系法 就是你台湾人可以到美国来 但是台湾这个土地 是中华民国的土地 就是中国的土地 现在中华人民共国是代表 中华民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那中国就要检讨自己 为什么一国两制 在台湾心目中 就是因为你没有 在台湾没有行使 中华人民共和国 代表中华民国的主权 这个问题很关键 你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去代表中华民国的主权 那么别人就去代表 中华民国的主权 台湾这个军队 就去代表中华民国的 台湾的主权 所以邓小春 邓小春错误就错误的 这个一国两制的 这个陷阱和污点 就是你化海而至 你化海而至就像 就像讲那时候 隔江而至一样 就两个军队 两个主权 这就造成国家的分裂了 这个国家分裂是谁造的 谁签订了一国两制的条约 谁签订了化海而至 化江而至的条约 一个设计的这个图案 谁就是这个分裂国家的一个 一个最根本一个设计的一个本源 这要使那个什么源头 最有源头活水来 你只有这往两岸的政策 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则和法律来办事 这才能化解台海危机 化解台海危机的唯一方法 就是改变一国两制的政策 变成同一个国家 同一个人民 同时人民主权是同一个人民主权 全体中华人民 中华民国人民 才享有中华民国的主权 如果自己把自己是另立一个 另立一个新中国 另立一个不属于中华民国 这么一个 把自己把这个和中华民国 全体那个四万万人 当时四万万人民 割裂开来这么一个人民的话 这个化分成正义给人民了 结果就把班级石头砸在自己 不能完全否定中华民国 你否定一切的结果 就是否定了自己 你也否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以这个从1949年成立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中华民国的新国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新的一个政府成立了 这个是一个原则问题 而不是一个新国家承认 既然如果你要把它看成一个新国家 那我们就犯了一个班级石头 打自己一脚的一个错误 这是中国方面的一个认识问题 也就是变成文武法 认识论论对于客观认识 这个实践是简单真理的唯一标准 经过几十年实践 经过75年的实践 联合国现章上写的中国的代表 中国的位置还是中华民国 这是中华民国 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国名 而不是中国 中国这个是个历史的概念 这个多少朝代 多少多少王朝的概念 而不是这么 你说这个是国号 但你在联合国的国的形象是什么 你不能说美利天国的国是 国际的美利天国的叫做印第安国 印第安国还是美洲大陆 那个新大陆 这个是按照现在来说 这个现代国际组织 全世界现在两百多个国家 承认了一个联合国宪章的原则 那么就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国 那中华民国 那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中华民国台湾 不是另一万一个国家 中华民国台湾 就是中华民国台湾省 就是台湾 台湾 Province of China Republic of China 这个问题就一目了然 这个叫做 我是学数学的人 讲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 就充分理由论 你没有充分的理由 没有充分的必要条件 联合国安理会没有取消中华民国的 这个这个国民那个这个法律程序 那么中华民国它依然存在 那么就像你现在 现在来讲 你只有修改了联合国宪章 你废除了中华民国 你中华民国成为一个另一国家 那就完了 那你另一国家 那台湾他不承认 再说你是分裂的 分裂中华民国的一个罪魂祸首 所以我们中国自己也不要在这里混水摸鱼 美国在这里混水摸鱼 我们不要在这里的 以其混混使人糟糟 这个实际上是误党误国 也会是引起一个战争的一种导火索 这种认识不清 理论上错误 就导致着我们行动上的错误 我们就会按照一种 按照一种这个形式 来解决台湾问题 按照 按照联合国宪章 现在联合国部队就应该进驻台湾 联合国部队就应该派 肯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代表中华民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人民解放军就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代表的是自己中国人民去进驻台湾 而不是台湾的 两千三百万的一个台军 来代表中华民国 在那进驻台湾 代表中国 这个样子就 我们自己就把自己的问题去解决 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 就像解决乌克兰问题一样 我们现在是以期混混使人糟糟 在这个问题上 解决处理的问题上来讲 我觉得不准确 不认真 不科学 不完美 不完周延 在这个问题上 我希望拜登政府 你作为一个老大 你作为一个旁观者 你是很清楚 二七五 你作为一个1979年 参与 参与 卡特总统 制定的 一个中国 中美建交公报 和 住在了一个台湾关系 这一个起草人质 议会的一个议员 你就应该懂得 台湾不是一个government 它不是一个中华民国的政府 而是一个中华民国的台湾 特别是台湾省的这个代表 因为这个是我们历史上出现的台湾 住联合国 就是这个断交以后 住美国的第一个代表 美国的代表叫夏宫权 他就说 他代表中华民国政府 写了个GRC 那么后来呢 这个国务院就 就马上就 把他列入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因为按照 按照联合国宪章 按照中美建交联合公报 和这个上海公报的原则 台湾不是一个政府 台湾与美国之间保持 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关系 不是garement by government的关系 所以说呢 就把下关权驱逐 从来列为不受欢迎的人 大家注意 美国不承认台湾是一个政府 是美国人自己定的规矩 是美国人自己认识到的这一点 是美国当时的议员 包括了参议员 包括参议员拜登 当时参加的美国国会 我们不能出尔反尔 当初不承认 一直以来不承认 台湾是一个政府 我们今天派自己的代表 拜登政府派了个高官 叫国防部和安全事务高官 主动代表的 那共和党又 共和党 我不能说共和党派的 拜登 这个蓬佩奥 他是自己去的 他是自己自立山头 在余茂春的策划下 前往的台湾 鼓动台湾去制造这个山峰点火 制造对抗 实际上他是在挑起台海战争 蓬佩奥这个行动是在挑动台海战争 而拜登呢是无形当中 这叫助纣为虐 促成了台海战争的一个爆发 正好三四月份正式解放台湾攻台 大陆攻台的最好的时机 也正好十二大二十大前 正好是习近平要完成他国家主席 国家必定统一 国家一定统计的这么一个历史使命 所以这个事情来讲 看来形势 这个借东风 这个美国一定要 中国一定要借拜登这个派使者 干涉台湾内政 干涉中国内政 这么一个反分类国家法 这个原则就形成了 所以这个台海战争的 这个信号弹 直接号就吹响了呀 这是一个逻辑关系 大家讲的 这个是不是很严密的一个逻辑关系 所以说我们遇见 三四月份解放台湾这个事情 是水到渠成 就像乌克兰被地 必然爆发一样 这是一个 关闭命 就逼上凉山的一个步骤 你现在蓬佩奥去台湾 余茂村 蓬佩奥去台湾 这种美国共和 蓬佩奥这样子做 不代表拜登 那个特朗普总统 拜登这样做 也不代表 那个联合国宪章 也不代表 罗斯福的一个 民主党的一个 和平自由这样子 这么一个民主 人权价值 这么一个宗族 你不代表 联合国宪章的 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办事 所以说 我在这里 今天这个 这个叫做什么 悬崖雷马 另外呢 希望是斗 这个美国在 在请台独这个斗争 这个问题当中 一定要斗 美国的最大利益是 联中 抗和 支持台湾 支持台湾的什么呢 回归中 回归中华民国 回归中华民国 从第二次光复 支持中华民国 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 这个中华民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支持人民解放军过海驻军 这才是美国 这个优先 因为你帮助了中国 中国也会帮助 反过来会 就反过来帮助美国的建设 恢复建设 这样的帮助 你主持的正义 那你的回报是无穷的 revolving 是充满回报的 我们说这个 美国人不能因为 这一个台湾的妻子问题 而砸了美中关系这个锅 毁了美国 把战争的祸水 引到美国人民头上来 而现在使人民 是中美人民误解 就陷入了一种误会 一个误解 这个我们现在正是 以其人之道 反对其人之身 我们正在拖乱反正 我们希望大家有理性的人 有头脑分析的人 真正是爱国 爱美国也爱中国 爱全世界和平的人 清醒下头脑 我们看到的现象 往往是表面现象 只有透过现象看到本质 那才是完整的一个 一个世界格局 一个世界格局的形式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今天是3月1号 也是3月份的第一天 那么我希望 我们也看到了 俄国冲突的一个危机 战争的带来的伤害 就像二八事件当中 我们受到的伤害一样 我们就是那个当中的 水深火车中的难民 那么明天 在台海会不会上演 一定会的 那个台海会上演 你现在是 你蓬佩奥 你到台湾去 破坏了反分内国家法的底线 外国干预台湾内政 特朗 那个拜登 你派一个政府的高官 你去台湾 去煽风电火 去帮助 就打 那个撑腰打气 你就 阻止台湾 按照联合国宪章 来 那个办事 就执行联合国宪章 以武抗督 以武谋督 这个就相信台湾 有时之势 能够明白 这个利益的危害性 这个是黄鼠狼给击败年 下面一句话叫 叫自己悠悠自取 这是一个收盈的办法 就是 一个聪明的办法 拜登一个聪明的办法 就是跟习近平 连起手来 按照联合国宪章来办事 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就按照联合国宪章来办事 来和平解决问题 给 俄国战争 树立一个榜样 这个无形当中 就给 俄罗斯就知道了一个 制造了一个榜样 身份 你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你用联合国宪章来 化解这个和平危机 这个组权国家的争议问题 你现在 现在那个 那个台湾问题 就是一个组权国家 组权 完全独立的问题 就是一个 按照联合国宪章来办事的问题 大家想想对不对 我今天就转到这里 我不论地 我今天就去不信心 我今天就去不信心 我再就去不堪心